事实上不只是台湾的立法院院长王金平 连香港的首富李嘉诚他也力挺郭台铭 他昨天是在记者会当中就被问到了 富士康的坠楼案的看法的时候表示 半场很辛苦 他不会批评郭台铭 而且反而非常佩服郭台铭的成就 李嘉诚说他自己做过工厂 直到很辛苦要花很多的心血 而这些的跳楼事件当然就令人不安 但是呢大家都不知道原因 也不了解为什么会发生 因此他不会就管理文化等等的问题 去批评别人